我都生氣了 全國的國人都在生氣 如果我們的黨主席不生氣 我覺得才奇怪 總統很生氣 這可是吳一農自己講的 但確實開除趙介佑黨籍的 三天調查期還沒結束 就先提早開閘 我跟黨主席也有 跟我們的秘書長也有不斷的溝通 儘快的讓這個案子做一個結尾 那我們昨天也找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案 當我們收到當事人 跟他家屬的這個切解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不需要等到禮拜一 我們昨天就可以在這個三天之內 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聽起來是黨中央和趙家談過的 最大共識 其實從事發的第一時間 我知道趙家人也希望 這件事情有一個儘快的處理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只是把流程走完 從來沒有一個 我覺得到底是昨天發生 還是明天發生 其實都會發生 這怎麼感覺 有點像在怪誰拖延了時間 而這次事件不只趙介佑被開除黨籍 他的爸爸趙映光也辭去了評議委員 甚至姑姑趙昕渝 台北市黨部的執行長趙昕渝呢 今天跟我遞出他的職程 等於趙家人全面退出了北市黨部職務 吳怡農也要改革喊出排黑條管 要證明自己不是塑膽 我必須說第一時間我召開執委會的時候 是我個人的決定 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 還蠻遺憾的是說 我覺得吳怡農他就像是一個洋蔥 撥開才知道裡面是黃成國 難怪邊切洋蔥的人都邊流眼淚了 這超大危機讓上任才快三個月的主委吳怡農 到確定開閘趙介佑後 看起來吳怡農 沒有昨天晚上好好睡一覺 才吃好睡好 TVBS新聞 江明和劉宇俊 譚一倫三區小組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